我已經被判了死刑了 屍體現在被丟到外面 黃教委會撲屍 那今天要收拾的是教育部 你們就去找教育部收拾吧 這個事情剛好屁事 剛好沒有事情啊 那有幹嘛必要跟你們這些 來送贓的講那麼多話 這就是萬能校方的態度 明天我們會有記者會 明天早上九點 我們會送書院書到教育部 希望教育部記者師 希望教育部訓委會 能針對萬能科技大學校方這樣的態度做成就 我希望求職員能夠 恢復學習 恢復學習 重返校園 重返校園 我們認為 學生無罪 學生無罪 校方道歉 校方道歉 我們希望教育部能夠 建言還你 建言還你 社團還我 社團還我 我希望 台灣社會 還有教育部我們的政府 能夠 還我決勝自由權 還我決勝自由權 還我言論自由權 還我言論自由權 大家好 我是中央大學講座教授何春瑋 今天這個活動 不是有關於學生的受教權而已 它關係著一個大學的知識自由 一個大學的結社自由 一個大學能否對於邊緣的議題有所關切 我在幾天前 臉書的朋友告訴我有這個活動的時候 說有學生因為在萬能大學要組社團 然後被寄過被退學之後 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啊 一定是個同志 一定是要成立同性戀社團吧 因為最近我們教育局 台北教育局才曾限制高中校園 不可以成立是同志社團 我以為萬能大學大概就是禁止同志社團吧 結果我上網去看了一下 邱同學整個事件的經過和他的言論以後 很驚訝的發現這只是一個知識的社團 這是一個對於邊緣的議題 對於社會 對於人文 對於台灣社會的現況有所關心的社團 各位 三四十年前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 戒嚴時代 我們都在校園裡面搞地下的讀書會 我們都希望能夠接近進步的思想 今日戒嚴已經二十幾年了 怎麼還在校園裡面 前置學生的社團組織呢 萬能大學 難道只能這麼狹隘的知識範圍 沒有辦法容納社會人文的議題嗎 我也在網路上面看到說 因為老師沒有適當的 指導的專業的人才 可是校園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社團 本校都沒有專業的老師啊 但是他們還是照樣可以成立社團 他們可以請外校的老師來指導啊 邱同學 如果萬能大學容許你返回學校成立社團 我願意來做指導老師 大學生願意追求知識 願意認識社會 願意關心社會邊緣的議題 是這個社會巴不得有的事情 學校不用擔心學生會怎麼樣的作亂 這年頭大學裡面 那些很好的大學裡面 很多社團都倒了 萬能大學還有學生有這麼的熱情 願意組織社團 這是萬能大學之幸啊 萬能大學還不趕快珍惜 你們校內這樣珍惜的 這樣寶貝的資源嗎 在這裡 我要代表大學裡面進步的老師 非常非常多的老師 在臉書上面關切這個行動 代表他們表示 大學的老師 都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都願意 這個社團可以成立 我們也願意支持邱同學 爭取他的授教權 教育部的素院官司一定要打 大學的教授一定會出來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